Cmi仔 哈囉大家好 我是曼曼 今天也謝謝你點開我的影片 這一次又來到了南波 要去一間很有名的釣魚居酒屋 從車站走過來大約只要5分鐘 很好找 就是這一間 Zurikichi 這家店在新世界那裡也有一間 招牌裝潢都很醒目 他們家的特色主打現釣現吃 還能夠依照客人的喜好 選擇不同的烹調料理方式 其他還有很多品項 可以直接點來吃 用餐時間限制兩個小時 進店後馬上就可以看到 眼前的大水槽 覺得很酷 我們這次的座位在很後面 接著服務人員會先詢問 有沒有要釣魚 如果要釣魚的話 必須先閱讀桌上放的注意事項 因為來朝聖的客人 也有很多觀光客 所以都有標示中文、英文以及韓文 接著會送上釣魚用的蝦米 用完可以再跟店員要 前後都各有兩個大水箱 後面這邊主要都是釣魚 其他種類的話 都在剛剛入口處的地方 周圍也都有釣魚竿以及撈網 拿了就可以直接開始釣魚 這裡有規定 只要釣到了就必須買下來 不能把魚放回去 因為每一種魚的金額都不同 所以目標要勝選 看到這個畫面 突然讓我想到Switch的動物森林 結果意外的很快就上工了 結果意外的很快就上工了 啊 啊 恐怖 快快快快快 啊 分かんない分かんない 欸 待って待って待って 待って これこれ この子 入れてー ちょっと待って 痛 早すぎるやん 早すぎるやん まだここからの準備い tworな 持ってきてなかったなに 釣到魚之後 店員會過來詢問 想要怎麼樣的烹調方式 一隻魚可以選擇兩種料理方式 有一些是免費的 有一些要另外加錢 在等待料理的時候 想说来看看其他的海鲜类 除了钓鱼以外 店里也有新鲜的 罗类、贝类、还有虾子类 因为一辉喜欢吃沙材 所以我们拿了两个 这一家店也都是用手机 页面虽然都是日文 但是都有照片 很贴心 如果真的看不懂的话 桌上也有放着 有中文、英文、韩文的目录 可以一边对照一边点餐 要用手机的鱼类 要用手机的鱼类 什么鱼类? 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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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钓的鱼要处理 所以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 这次钓到的第一只鱼鱼 一半做成了生鱼片 看过去晶莹剔透 油油亮亮的超美 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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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弹牙道 有点像在吃QQ軟糖的那种感觉 新鲜鱼肉的自然鲜甜味 好好吃 我们今天是用食べ肉骨预约的 还有平日限定的 预约优惠可以使用 一只鱼鱼直接打对折 很优惠耶 能吃到这么新鲜的鱼 真的很幸福 好吃到我都想要在这里打工了 鱼鱼的另一半 我们选择做成了天妇罗 每一块鱼肉都切得很大块 可以像这样子选择烹调的方式 真的觉得很棒 刚刚吃的生鱼片 是Q弹有嚼劲的口感 嗯 但是这个现炸的天妇罗 又是另外一种让人惊艳的感觉 外层酥脆的面衣 内层的鱼肉细致软嫩 吃起来完全没有腥味 而且很好吃 天妇罗会附上专用的清爽酱汁 可以加入萝卜泥沾着一起吃 减少炸物的油腻感 嗯 今天又点了玉子烧 发现最近好常吃 因为每一家店做的玉子烧 口感都不太一样 所以看到都会点来吃吃看 好吃 谢谢 接下来要来烤刚刚拿的海螺 在烤之前 必须先请店员处理 店员会将螺肉切好 调味好后 再递还给客人 在烤的同时 一会点的寿司也来了 他真的不管去到哪一间店 只要看到有寿司都必点 这次点了鲑鱼寿司 另外一种忘记是什么鱼了 我经常吃寿司都是用筷子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忽然直接用手吃 但是这一种吃法看起来好专业 寿司吃得太开心 都忘记海螺的存在了 再加点酱油 让螺肉更入味 刚烤好后超烫 但是因为螺肉都切小块了 所以在吃的时候很方便 所以在吃的时候很方便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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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咖啡的食感感 海螺吃起来 感觉有点像 比较偏硬板的章鱼 很有嚼劲 有些店的吃起来 都会苦苦的 但是这间店 完全没有感觉到苦味 又新鲜又大颗 这里店内的装潢 也很有道地的日本味 每一个角度拍起来都很有感觉 除了我们坐的一般座位以外 另外还有船内座位 很特别 如果是去新世界那间本店的话 店内更大更宽广 看到应该会更惊艳 吃完一轮后 还有时间 我们决定来钓钓看别的鱼 这一区有竹甲鱼 还有比目鱼之类的 其他的种类 我也不知道用中文要怎么说 如果是比目鱼的话 好像不用钓耳 直接用钓杆勾起来就可以了 结果真的很轻松就勾到一只了 比目鱼很好钓也 而且他也不太会挣扎 比刚刚的钓鱼怪多了 钓到之后再用网子去捞 然后等店员过来把它带走 比目鱼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一半选择了做成寿司 一半选择了做成寿司 平常在寿司连锁店 好像都不太看到比目鱼寿司耶 生鱼片的部分 每一片都切有一定的厚度 吃起来非常的饱满彈牙 滑嫩的鱼肉 Q弹的米饭 还有在口中化开的油脂 真的好吃到极致耶 觉得寿司店的寿司 就已经很好吃了 但是今天吃到现钓的 觉得跟平常吃的寿司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这种现钓的店价位很贵 但是我觉得这里可以钓鱼 钓到后又有专人处理料理 对我来说 价钱的部分是可以接受的 用餐时间 结束前的30分钟 服务人员会过来询问 最后还有没有要钓鱼或点餐 如果觉得用钓的 很花时间的话 店员说可以直接用捞的 或是直接用点餐方式 刚刚饼目鱼的另外一半 我们选择做成了炸串 饼目鱼看起来外观扁扁的 但是意外的肉还蛮多的耶 虽然在台湾 常常有机会吃到饼目鱼料理 但是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这种鱼不是立体的 不动的时候 都趴在地上 看了觉得好可爱 其实像这样子的钓鱼鞠酒屋 在大阪还有其他家 其中比较有名的 像是位于日本桥的钓船茶屋 还有梅田的 都是很多人介绍过的店家 比起一般的鞠酒屋 不完全是喝酒谈欢的地方 现场能够钓鱼看鱼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可以玩得尽细吃得开心 喜欢吃日本生鱼片 壽司或是其他鱼料理的朋友 可以来试试看 但是要先看好钓鱼的一些规定 以及不同种类鱼的金额 还有最后就是 比起用鱼儿钓鱼 直接用勾的勾起来会比较快 因为感觉这里的鱼 好像都不太爱吃虾米 最后结帐的时候 必须把桌上的小卡 拿给结帐柜台的服务人员 里面还有养着 用来观赏用的鲨鱼 很酷 很酷 墙上也有贴着 比较容易钓到鱼的位置 今天的金额 两个人 11682元 柜台这里还有下次能用的 优惠券可以拿 比起一般的居酒屋 价位会稍微高一些 但是偶尔还是想要像这样子 都看看多品尝不同的店家 多体验不同的氛围 很开心 晚上道顿窟的景色超美 每家店都灯火通明 路上逛街的人也好多 这种景色 看着这种景色 每天都住在日本 都不饿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 这一次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哎呀 既然吗 好 Aa じゃね Aa じゃない 怎么下 在看 你下